幻想文化复之士 在丧葬文化中 有喜丧和孝丧的说法 开心的情绪与丧事是相对立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根据记载 喜丧是指高寿的人的丧事 而且这是有标准的 需要满足全服 全寿 全中的条件 全服是指 逝者来自繁荣的大家族 并且德高望重 晚年能享受天伦之乐 全寿是指去世老人的寿命 至少要八十岁以上 全中则是指老人能善终 圆满地过完一生寿终正寝 如果不是自然老死 或是生前遭遇了病痛折磨 都不能算是喜丧 而孝丧其实是广东人的丧俗 年龄超过八十五岁的老人去世 可以不用伤心哭泣 因为长辈高寿离世 也代表着有福气 那孝丧和喜丧都是以红色为主嘛 并不是哦 只有符合喜丧的条件 才可以白饰红伴 也就是将丧服装饰的红通通 孝卷可穿红色衣服 画红灯笼的 当然如果老人离世前 有特别交代想要的仪式 那家属应该尽量尊重老人的意愿 这既能体现对逝者的尊重 也能使葬礼更具个人意义 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交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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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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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